政府滿頭包的證所稅 我們未來沒有想到 是遭到國民黨自家人提案要暫緩 因此各界對於政府 是不是真心要推動 產生了質疑 在今天馬總統特別邀請了 財政部長劉毅如列席報告 而劉毅如從頭到尾臉色鐵青 馬總統是公開 要大家不要懷疑力挺劉毅如 證所稅自家人都不挺 列席中常會報告的 財政部長劉毅如 臉色難看板著一張臉 貼貨 財政部長可以留步一下嗎 財政部長劉毅如列馬總統 不使投以關愛眼神 其他中常委卻顯得興趣缺缺 還有人索性閉上眼來 就連國民黨秘書長林忠森也不例外 本黨是支持這個案 本黨要推動這個案 我們沒有任何的懷疑 一定會推動 我們堅定的支持 一個非常嚴正的態度 所以外界不要有任何懷疑 我們會推到自己的 語氣激動還帶手勢 馬總統當著府院黨高層 宣誓證鎖稅一定要過的決心 就是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不然基本的原理呢 還是量能課稅跟賦稅公平 開券鎖稅總統開口了 原本誇要孟州公的中常委 馬上精神抖擞 孤軍奮戰快一個月的劉毅如 終於判到來自總統府的支援 神情輕鬆不少 非常希望也非常需要 各位這個黨內同志中常委 大家的這個支持 雖然得到總統背書 但眼看政所稅 在奔會期要過關幾乎不可能 劉毅如的姿態能有多低 或許就能減低多少阻力 但一切還得看國會 跟著馬政府改革的腳步 能更多景 謝謝李世建議員 N3號組台北 裁縫博導